哇,這個好漂亮 黏了線 講以為是回到日本 哇,你完全是黏了線 你看看這個 哇,好漂亮 土耳其是一個我非常喜歡的國家 熱氣球逸出 滑翔傘 船宿 通宵火車 上天落地下海 經歷了我很多人生的第一次 秋天的時候 我選擇了一次回到這個國度 探索兩個香港人不認識的黑海城市 分別就是Tropson和Liger 五天的自駕之旅 帶給我無窮無盡的驚喜 比美日本的秋葉公路 比美瑞士的雪山風景 比美德國的湖邊小鎮 入住兩間夢寐以求 性價比超高的山區小木屋 希望可以消毒大家 現在親自來一轉 一起感受我對土耳其的愛 開始前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再按旁邊的小鐘 搶先看我的影片 老老實實 我只是有兩次自駕遊的經驗 分別在約旦和黎巴嫩 不知為何喜歡了自駕 去到哪都瘋狂想開車 我租了一輛車 30美元一日 總共租了五人 第一天的行程 我們就由Tropson 直接駕入這隻的山區小木屋 大概150公里 兩個小時的車程 基本上一出市區 就是大直路 對於新秀的我 都可以輕鬆駕馭 沿路就有黑海的風景 突然間 你在公路旁邊 看到一個巨型的茶杯 即是代表你到了這隻 這隻在希臘文 其實就代表山坡 它是土耳其茶的主要產區 茶杯裡 其實是一個關於茶的博物館 我們穿過這隻之後 然後就沿著河邊 深入山林地區 這裡夏天是當地人的度假消暑勝地 你還可以在河邊玩wafting 嘩 駕駛的車這麼辛苦 第一件事要介紹就是這間小木屋 它所有裝修都是好一些 不歐風情小木屋 加上我現在來 其實入秋都很冷 看到我也是穿洗打理衣服 我自己一直都很喜歡一些小屋 三角形頂 很漂亮的小木屋 還有它的床位最好是有天窗 好了 你見到廚房的設備 是齊得不得了 多屎爐 咖啡機 這個應該是熱水煲 全部都是熟的 還有這裡是有個洗碗機 屋在山卡拉的位置 附近小鎮的餐廳都要15分鐘的車程 所以我大部分時間都選擇煮飯仔 而廁所就有點像日式的操堂 混合北歐的風格設計 我一向就鍾情這類森林小木屋 在Airbnb預訂 一晚只需要400元港幣 不過最少就要住三晚 性價比就超級高 如果這間小木屋在瑞士 我相信比2000元港幣都未必租到 一早起床 當然要探杯咖啡 chill一下 然後就準備探索 山林地區的隱世秘境 距離我住宿 其實兩三分鐘車程 一夜就看到這座橋 是一條 後面有些煙是好 有鮮氣的橋 立刻嗯 本三駐直上上面 都真的被吸引到要停了 大家看看鮮氣的橋 我們沿著彎彎曲曲的石屎路上山 慢慢開始看到雪山的風景配合秋葉 第一個景點 是14至15世紀興建的古堡 在海拔750米 屬於這座地區 其中一個歷史最悠久的建築物 考古學家就推斷 它曾經是亞美尼亞的教堂 不過入場費真的太便宜了 我都不記得了是多錢 大家看到了 全部都是高身 四五輛 五輛車都是高身 頭一輛是私家車 真是監獄 如果大家真的看完這條影片 有興趣 就真的租SUV 因為我在這裡租了五天車 如果租SUV很貴貴 即是雙倍六十元美金 由於維持上山的路段都非常崎嶇 私家車就很容易刮花車底 我也都上不到山頂的泥地路 Airbnb的主人就建議我去另一個 遊客較小的平地高原 大家準備好沒有呢 有一點點像 即是那些飄零兒的屋地 山谷 雪山 打到土耳其 土耳其黑海 每年降雨量就有2500毫米 是全國最高 冬天山區就有積雪 絕對不建議新手自駕 我在入秋時分11月初到達 超級幸運遇到南天白雲 由於這裡不是遊客常渡的山頂地區 你只會見到居民放牛 你可以在草地上野餐 或者奔跑 然後又見到瀑布 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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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就入了一個很小的窄的山道 你見到一下 旁邊都是地帶 有些人都是會來看這裡的 所以都是一個很出名的瀑布 我猜下雨那些人不覺得是紅水 因為那裡有條瀑布 這裡是有紅出沒的 是會有紅的 大家都見到我去土耳其的風景很漂亮 於是我自己都得起心光 將旅行相和資訊組成了一個網站出來 就是我今集的贊助商就是Odo 它們是一套業務管理系統 其中一個最尊重的功能就是一個網站APP 其實我自己同一時間經營Youtube和IG 很多時候影片的時序或者出播的次序都是非常散亂 很難整合一個完整的旅遊經歷可以給大家看 所以我一直都很想設置一個自己的網站 將這些旅遊資訊或者經歷去分享給大家 順便當一個帥仔的CV 以我土耳其的自駕遊行程功略為一個例子 用Odo去設計網站就有三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就是Quick Setup Odo雖然是一個業務管理系統 但其實好像學生或者我這些slasher或者freelancer 都是非常適合用的 可以跟大家說 你是完全不需要懂任何Coding 它是會一步一步地指導你如何設置一個網站 當你設置一個網站的時候 你還可以選擇你喜歡的色系 簡直拯救了我這些藝術白癡 裡面亦都有很多功能可以選擇 而組織網站出來亦都是非常簡單方便 好像積木一樣 用個Mouse一拖就已經可以用到 例如這個Timeline的功能 很清楚地顯示我土耳其自駕遊的一些日程計劃 第二點就是User Friendly 它裡面有很多不同設計的Template 基本上就是一Pub即用的 有Photo Gallery、Image Wall等等的功能 Image Wall一次過可以展示到六張相片 另外Photo Gallery就像一本相簿 你可以幫自己的相片加Filter進行調色 即是像我這些完全不懂網頁設計的人 砌出來的效果 連我自己都真的嚇一跳 最後第三點當然就是免費 簡單用Email登記 就像我這樣做就免費開到一個帳戶 如果你完全不懂寫網頁 又想砌一個網頁做自己的作品集 又或者你有自己的公司或者店 想做一個網頁或者e-shop 不妨試一下Odo 這個地方真的很有名 我剛才看到好像有Leapton的Factory 我現在正在設計 打算去看看一個茶莊的餐廳在山頂上 就試一下這裏的茶 嘩嘩嘩嘩嘩 你真實無之好 我覺得自己一個是มา裡的手車技術 這裏的技術又真專門 口 câ właśnie 在這裏的胎 土耳其的牽也就是茶 一向都是國民飲品 而這裏的由土耳其 Hans 그래서 做了土耳其的吵刀之稱 因為黑海地區的飼料量量大 气候溫和 土樣肥肉 一年就出口超過100個國家 1000萬美元 很多人都覺得 英國人喝很多茶 其實土耳其人都不約 有報告說 土耳其每個人一年平均喝4公斤的茶 足足1300杯 每日至少喝3杯 冬天更加一天喝10杯 可以說在血液裡都充滿茶香味 一場來到山頂 我想去的茶館今天竟然沒有開 被Google Mac 騙了 結果來到茶莊 玩了千秋 都叫打了個卡 臨走前 我就找了另一間有開的茶館 終於可以試試新鮮的黑海茶葉 自己喝茶比較喜歡濃的茶 所以我覺得這杯比較淡 個人口味不同 它都有回甘味 但我自己比較偏向 喜歡喝濃味 除了茶莊之外 你還可以跑回山腳 參觀茶葉的工廠 由於我們的季節不對 機器就沒有運作 如果你真心喜歡土耳其的茶 在五月到九月的修成季節 就是參觀最佳的時份 這部工廠是為清洗的 清洗的茶葉 在水裡 這部工廠 切成茶葉 它改變色 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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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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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藥藥 藥藥藥 藥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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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藥藥 藥藥藥 藥藥 藥藥藥 藥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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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花茶 最後我就買了一包山茶和抹茶粉 不用200元來拉 90元港幣 離開打算轉酒店的時候 竟然發生了自駕遊最痛苦的經歷 我自駕遊這麼多次第一次壞車在土耳其 開車上海綠突然紅色路 然後有一股香味 不知道引擎有什麼問題 然後就 對 落落地 沒有 換車 兩個小時車 要等兩個小時 今天是廢了 但我想它會賠半天給我們 壞車結果錯有錯著 我們去了一間海邊的餐廳 吃了一個蕎麥做午餐 原本我真的完全不認識Trop Song 在網上見到一間很美的山區 Bungaloo 於是就深思思計劃了一個黑海自駕之旅 我就住了兩晚 同樣每晚就大約400元港幣 好啦 讓大家看看它的全相 那這間店其實就在IG都幾多人來影商打卡 最大的問題其實它好像有大概三間屋 那我是最遠的那間 那是WiFi基本上應該是無法收到的 我自己最喜歡就是這個很開揚的露台景色 就能看到整個山林區 但是坦白說 如果以景色來說 上一集這個山裡面是比較漂亮的 但是以房子來說 這間是大一點、闊一點 因為這裡的設計是比較少的 例如我看到這裡睡覺的地方 其實它都是一張床 跟著一個地毯 那最美的位置就是 就是我這個天窗位 昨天就壞了車 那今天就去回原本想去那個地方 那就是ウンガンソン 哎呦很痛苦 ウズング 那其實我本身是不知道有這個地方 因為我本身租完的車 就打算來這裡才計劃 因為都是打算看看行程 一搜尋Trapzon 這個地方 就看到那張照片就很漂亮 就是一個高山湖坡的小鎮 所以現在就駕進去 沿山路 我看到比日本更加美的秋葉風景 好像慢慢帶我走入仙境的童話世界 但當我走到ウズング那一刻 我終於明白 為何這裡被稱為土耳其的瑞士 湖泊加上小木屋 和秋葉雪山景 連續駕駛了四天的我 終於可以停下來 慢慢感受一下這裡的風景 夏天這裡 剛剛就看到很多小朋友的遊樂設施 很開心 但因為現在是冬天 應該是這裡的淡櫃 所以比較靜 ウズング的地標是一座清真寺 我就發現了一個透明波波的私人影院 可能冬天關係也沒有開 沿湖邊慢慢走一個圈 大概一小時你都可以走完 吃完濕味沒有東西做 就買了一杯咖啡 有寫這裡的名字 這間咖啡店應該挺有名的 因為剛剛看到 這麼少地人都走進去買 一杯Mokka就50個里拉 兩個半都美金 剛剛看到它沖得很優雅 嘗嘗 是好喝的Mokka 是真的好喝的Mokka 這個朱古力味不會太多 跟咖啡的比例 奶的比例 我覺得是剛剛好看 在湖邊很多餐廳 我看Google看得三點幾分 當然如果真的要付錢吃飯 當然要吃4分以上 我就找到這間 本身就有很多東西吃的 但它只是開櫃給我們選食 就只有這些東西可以選 有湯、有肉、有這個 我不知道這個是節瓜、矮瓜、什麼春瓜 裡面就釀了飯 最後一天就去一個修道院 叫做Sumera Monastery 說明修道院其實都在山邊的一個位置 這個地方是一個國家公園 所有東西都是逐樣收費的 入場費首先你給了125里拉 你泊駕車出來20里拉 然後如果你在這個閘口 你上去是4公里 所以你是要坐mini bus 又是13個里拉來回 所以你總共給了8451里拉 去上這個國家公園 我的故事很簡單 從前有兩個祭司收到聖母馬里亞的報夢 說這個地方有他的畫像 所以叫他兩個祭司過來找他的畫像 因為這裡上面你看到很多吊威亞或城網固定 這個位置就是鳳梨塌 而後面有公仔吊在那裡不動 我以為是真人來的 挺恐怖的 很難想像在四世紀的時候 當時人們如何在懸崖峭壁上 興建了一個修道園 就算近代復收 都相當困難 由於這個修道園地勢險要 亦都是這樣成為了Tropson遊客必度的景點 就算你不懂自駕 亦都可以參加旅行團前往 作為土耳其的天下第一打手 好 我覺得如果你已經玩過所有大陸的景點 不妨可以參考下我的自駕路線 來黑海玩一個圈 我自己最後亦都在Tropson市中心 stay了三天 基本上街上的景色 和伊斯坦堡沒有太大的分別 不過酒店住宿等等的開支 就比大城市低 看完片不妨留言告訴我 你最喜歡哪一部分自駕的景點 Cream Motion Company 我不是Cream Motion 但今天是可以的 謝謝 你是我的朋友 謝謝 我駕駛了整個旅程 中間換車就是他打救我 駕駛了一輛車來換車 如果大家想租車 就是Cream Motion 哈哈